如果你只是為了出遊而買一台車 這樣划算嗎 會不會用租車的方式會更划算呢 乃哥幫我們來試算看看 到底買車好還租車好 我覺得就用網友的這一個 個人的經歷來分析一下 這網友舉了一個例子 說他們就是家庭年收入110萬 房貸佔了大概22% 有一台18年的車 但是場人故障 所以想要換車 結果自己只有六日兩天 還有下雨天還有臨時開車 接送長輩小孩才會想要用車 這時候要租車好還是買車 那我們先不管實際使用怎麼樣 我們來看如果以他這種條件 租車跟買車要花多少 我們先不算這一個買車的成本 有網友就說神車 阿提斯 這個就是他換車的一個很好的建議 另外一個就是說你就租阿提斯就好了 我們來看如果以養車的話 排到燃料強制這個乙式 加一加這是跑不掉的 這個國家規定的東西 但是可以變動的就是油耗 那油耗的話我們來算 油耗基本上應該是不會差太多了 所以都我們抓大概在2萬多塊左右 所以呢 但是你如果自己買車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你停車洗車保養 你要自己來 但如果你租車 你大概就不需要花到這些錢 所以這樣子算起來的話 你如果買車的話 一年的養車成本 跟你的使用率來說的話 應該就是在12萬1,320塊左右 那如果你用租車 你到合運去租車 租一台阿提斯的話 一次三千一個月兩次 然後7萬2一年嘛 然後這樣子加一下油錢 你用多少算多少 大部分就出油嘛 那總計的話大概9萬3 大概一年差3萬塊 其實我覺得這跟剛剛羅哥講的 暈車一樣 你要先了解他的原理才能夠分析 我那個掐指一算 你看這個收入110 你的房貸22% 大概一個月就是2萬塊 2萬塊大概可以 現在的利率大概大概400萬左右 你現在有一個400萬的房貸 然後有一台18年的車 我建議你把車修一修就好了 因為你的使用率實在太低了 你只有禮拜六禮拜天 或者是下雨天臨時開車 接送長輩 那這樣子的話說起來 如果是下雨天跟臨時開車 接送長輩的話 你可以坐計程車就好了 這個不用到租車 但是如果禮拜六禮拜天 我相信他就是要自己出去玩 當然18年的老車 你再怎麼整理還是有風險 有可能會顧入 對 所以這時候呢 我建議啊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應該算起來的話 買車我覺得是一個比較 合適的方法 針對他喔 因為你看喔 他的房貸不高嘛 代表現金很多嘛 對不對 人家還沒有算上那個 兩個人吃喝玩樂的錢啊 對啊 你400萬的一個房貸 然後所以基本上 你現金應該是很多 然後有一個18年的車 代表什麼 你很口嘛 18年了還不換車 你要是精打細算 對 這應該不是老車收藏玩家 大概就是很口的人 既然如此的話 我建議你喔 你再 要嘛就是把車修一修 用租車的方式 混搭計程車 如果你要下定決心 買車的話 其實對你來說 應該問題不大 因為我覺得你有現金啦 因為110萬 其實是滿夠的 一個家庭 只有夫妻兩個人的話 而因為你要接送小孩長輩 你自己好像不太願意開車 因為你開18年 車子都還沒有太大的故障 不是說因為里程過長 或什麼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就是 就是這台車留著 然後搭配租車 我覺得這樣子 應該對你現行的狀況 會比較好一點 可是會不會有了新車之後 就會想要天天開它呢 對不對 也許有可能啊 因為18年的老車 你可能不想要開它 只有假日想要用車的時候 現在還有很多年輕人 甚至於很多的消費者啊 他們也覺得說我不用買車 反正我如果是假日用車 我就用租車的方式 所以現在共享平台 在台灣就有三大共享平台 我怪你周圍好多的姐妹 他們就是假日的時候 就租一台車 然後全台灣跑透透 他們覺得這樣子也很方便啊 對不對 羅哥 對啊 所以我們說 那個要喝牛奶 不一定要養頭弩肉牛 也是啦 你如果只是偶爾用對不對 那其實租車還有一個妙用 就是你可以開很多很多 不一樣的車 對不對 即使你很想要買車 我沒有開 我沒買過休旅車 可是我想要試試看 休旅車感覺怎麼樣 那我這次就可以 租一台休旅車來開開 對不對 等等 那其實在國內 這種共享平台 其實發展的越來越好 那整體來講 我們有三個系統是比較大的 就是這種短租系統 第一個就是Smart2go Smart2go是格上的集團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租的車子 就是中華玉龍的車 Mitsubishi Nissan 還有納智捷 他們其實車型 不只我們列的這幾台 因為其實他雖然入這個短租業 沒有那麼久 但是他其實擴充車數還蠻多的 現在至少三四百台 而且他也算還據點有遍布全程 有開始在擴充 那第二個就是比較走歐系的 他是以Avis集團為主的 他叫做Zipcar 他也是Zipcar這個歐系的系統 在亞洲第一個點 就是在台灣開始 只是說他擴增的沒有那麼快 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北台灣 但是他的車很吸引人 就有很多歐洲車 包含很多福斯的家族 所以說你想要開一開歐洲車的話 你就可以跟他來租租看 譬如說租一台 修旅車來過過癮 其實他還有KUGA 所以KUGA也被他定義為歐洲車 就對了 我之前也租過Focus 就是這個系統的 因為其實我也 你們都知道Avis老闆我們也熟 他是福特的經銷商 這樣跟自己的車當然有 那等等 所以基本上Zipcar也是可以很考慮的 你偶爾來過過癮一下 體驗一下什麼叫做歐洲車的車主 另外一個系統是大家最熟悉的 就是iRain 他車口數最多 然後大家應該是很多年輕人 要出去玩 大概都會很直覺的 那我去租一台iRain 你在路上也常常看到 他有貼個貼紙 上面有紅色貼紙 寫iRain的那種 那他的車型也很多 除了這個最新出來的Color Cross 哇 超級神車 那如果你要一點空間 也有Torota的Sienta 那個算是小七人座 還不錯 那也有Prius的PHV等等 所以他也有油電車 所以你也如果想 想嘗試一下油電車 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麼這三家也都有很不錯的APP 然後你可以選車 然後甚至於還有告訴你 你的車況怎麼樣有沒有油 什麼地點 假租乙環等等 基本上這些功能 我相信在這樣良性競爭之下 大家也都會越做越好 所以說如果你對這個車子 有點想購買 不要急 你先去租 這三個通路剛好都是 剛好面向都是不一樣的車子 真的 你先租來體驗看看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對啊 台灣因為疫情控制的相當的不錯 所以像這一種 這個三大的共享車 使用率也就越來越高了 而且我們也看到國旅 已經漸漸的回溫了 那這些遊覽車的業者 終於盼來了曙光 但是雖然開心 可是這些業者呢 將面臨的是另外一個 非常嚴峻的考驗 艾達 是 其實遊覽車這個行業 在台灣已經是非常非常多年了 而且各式各樣的遊覽車 那當然其實在這個疫情 還沒有來之前呢 國門未封之前呢 其實也為了迎接 這個國外的觀光客 尤其是陸客 所以很多的業者都開了 這個買了新的遊覽車 組了新的車 對 結果因為疫情一來 這個車都只好停在那個地方 養蚊子 就像冠儀說的這個 我們疫苗的覆蓋率 也都一直往上的這個攀升 所以大家也開始比較放心 加上整個政府的防疫政策 也開始在放寬 讓大家能夠出門散散心走一走 那有車的人 當然自己開車出去 沒車的人就想說 那我們還是搭帶遊覽車 這個交通過程上 還可以睡睡覺 或是唱唱歌 其實也很開心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 問題是 遊覽車好不容易可以出動 遊覽車的業者說 這下麻煩了 我這個開車的人 不知道到哪裡找 為什麼 你你想想看 其實從這個 疫情一來到現在 已經經歷了非常多的一段時間 可以說是以餐廳 遊覽車業者算是 疫情海嘯的第一排 所以餐廳也很多人倒了 旅行車也很多人倒了 遊覽車司機沒有車趟可以開 他就是沒有收入 沒辦法養家 他怎麼辦 其實很多遊覽車司機已經轉去開貨車 開貨車或是公車 那現在即便生意來了 這個遊覽車公司的老闆說 拜託回來開車 回來開車 這些司機其實他已經有一點懼怕 有一點恐慌 因為他不曉得說 他現在回來開車 能開多久 或者說開了之後呢 能開多久 馬上又要遇到疫情 我又要失業 所以他不如現在開這個 維持開貨車 維持開公車 還算是有一個比較穩定的收入 所以這個是目前 我們比較看到遊覽車 目前遊覽車業者遇到的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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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